股神巴菲特只要被他金手指点到的个股 都能够点时成金吗 如果大家有印象 2006年巴菲特之前很少涉入到亚洲市场 2006年他买了中国石油H股 那时候价值1港元 7年之后涨到了16港元 于是卖出之后开始转进了比亚迪 比亚迪那时候股价才18港元 现在多少钱 等一下庆隆告诉你 但是我们之所以联想到的是台积电 如果现在卖掉了 慢慢减持了比亚迪的持股 转进了台积电 这是台积电未来的大转折吗 庆隆我们请您上台来 巴菲特过去如何点时成金 最主要还有几个蛮著名的案例 那大家很关注的 其实就是台积电未来的发展 那其实我综合各方面的一个论述之后 我认为台积电未来 还有一倍以上的成长空间 一倍耶 现在540块钱 一倍是1000多块 对那主要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就是因为巴菲特买股 至少要赚一倍 那第二个就是台积电的核心价值 它可以唤醒AI机器人的灵魂 我待会来解释 那第三个就是目前的台积电 非但没有竞争对手 它的晶片即使再贵 它的客户也会买单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讲 首先先来讲说 巴菲特买股至少要赚一倍 那刚才祝豪有提到说 像巴菲特在2008年的时候 它以美股8港元的时候买进比亚迪 那至今比亚迪已经涨到280港元了 其实已经涨了34倍了 那另外像这个苹果 现在目前巴菲特的最大持股苹果 它在2016年的时候 也以美股24美元买进苹果 那到今天为止苹果已经涨到153美金 而且它2020年的时候 还曾经一股分割4股 所以换言之这个还要乘上4 大概600多块 其实就是巴菲特它的这个利润 看起来巴菲特光是持有苹果 至少也赚了17倍 对那2022年大家知道 第三季巴菲特买进了台积电 然后平均的成本大概500块 然后很多人觉得 那按照过去的经验 会不会也涨一倍 那其实我跟大家讲 很多人觉得像500块台积电很贵 因为它已经从50块涨到500块 涨了10倍了 但是不要忘了 像这个巴菲特买比亚迪的时候 它是从股价从3.5 涨到8港元的时候才买 它买苹果的时候 那个苹果的股价是从1块美金 涨到24块美金 涨了24倍 巴菲特才进场去买 所以即使已经涨10倍的台积电 我觉得它未来还有很大的成长的空间 才会支持巴菲特 在去年的第三季持续的 用500元的价格去买进台积电 所以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 未来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准点 我觉得这边 它能够赚这么翻倍 第一个除了眼光精准是一回事 它报的够久 很多人就是找到了一档好股票 涨了之后可能报个 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 现在顶多半年一年 觉得已经赚差不多就走了 你就没有办法想有之后 这么长的 这么大的获利报仇 那为什么会一般投资人报这么短 是因为它没有看到未来的成长性 所以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来告诉大家 台积电未来的成长性会在哪里 那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台积电真正的核心价值 它唤醒的AI机器人的灵魂 那首先先来解释 其实过去的电脑 其实它是被设计出来的 不是被训练出来 所谓设计出来就是工程是一个城市 一个指令它才会有一个动作 但是现在机器人它已经开始进入到AI了 进入到AI的时候 它就是开始是被训练出来 它透过模仿人类的思考的行为 然后去训练出它的智慧 这个是现在AI机器人强大的地方 那既然要模仿人类 那我们绝顺是去看 人类其实我们在进行学习的时候 其实我们大脑的神经元 会有所谓的突触连结 它就会出现改变 那人类的大脑 大约会有100兆个突触 那这个数量的多寡 会攸关学习的能力 那动物的脑突触的数量越大 它的思考能力也越强 那现在目前的这个AI机器人 它们就采用所谓的类神经 就是模仿人类的大脑神经元的一个状况 所以人类的大脑是用突触 但是这个AI机器人 它们就用类神经的网络的参数 那这个换言换言之 其实参数越多 它的思考的学习能力也会越强 就像我们人类的突触 数量越大的话 学习能力就越强 对那不同的像猴子的突触 然后猫的突触 狗的突触都不一样 那人的突触是最多的 有将近100兆个突触 所以我们的学习能力是最强的 了解 那我们来看现在的AI机器人 其实它经历过非常多的一个 演变的过程 像早期AI机器人不是还可以下围棋吗 但是它早期这种类神经的网络数据 它其实只有几万个而已 几万个大概相当于 大概蟑螂的学习能力 那时候下棋的那个 它的学习能力只能禁止于蟑螂吗 对 网络数量只有几万个 所以它只能专注在某种特殊功能 比如下围棋 比如帮照片着色 或者是将语音转化成文字等等 是因为它的这个类神经的网络数量其实不多 但是现在最近吵得很热的这个GPT 它的第三代 其实它的这个参数量 其实大概已经达到人类突出量的五百分之一 大概是1750亿个这个参数量 那光是要支援这样子的一个运算的能力 其实它就导入了至少一万颗 由灰达设计台积电生产的高阶晶片 好 这样我就知道了 所以它现在的参数量 等于说它也是经过训练学习的 所以在这个年纪 比如说还是一个这个TRAPGT人 机器人的小BB 小BB的参数量是人类出租数量的五百分之一 这样子就已经需要用掉了 灰达设计台积电生产的高阶晶片一万颗了 那第三代绝对不会是一个终点 预计今年其实会推出第四代 还会再长大 那第四代这个参数量 基本上就会达到人类的突出量了 就是一百兆个 那换言之它整个参数量 会叫第三代成长五百倍 那这个只是第四代 那未来还会有第五代 那未来还会有第六代 那目前按照这个时辰的规划 第五代啊 这个TRAPGT 它会已经达到人脑的五百倍的容量 然后到第六代的时候啊 TRAPGT它会达到人脑的二十五万倍 这个就会创造出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 世界营运改变的一个面貌了 因为就到时候AI人工智慧的这个智商会非常的高 他知道爱因斯坦是天才嘛 他智商大概是一百九嘛 但是以后的AI啊 每一台AI的智商至少都是一万起跳 所以它背后它需要多少的这个参数量 然后去做这个演算的一个功能 其实这个都必须得靠台积电 它能够唤醒AI机器人灵魂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OK好 这是接下来巴菲特还会再持续持有台积电 非常重要的可能性之一 对我觉得这是你看啊 现在到现在只到这个第三代 就已经有这么大的一个需求 那未来到第四代 这个一万克如果是成长五百倍 是不是要再乘以五百 而且是光是一家微软他们所推出来的产品 就有这么大的需求 那以后到第五代第六代的时候 那个基本上是几何应该说好几万倍的速度在成长 是OK好 刚刚你说的第三个原因是如果没有竞争对手 再贵客户也要买单 对那这边有跟大家报告 其实台积电它这几年在推进先进制程的时候 其实尤其在推到五奈米跟三奈米的时候 有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觉得手机需要这么高阶的晶片吗 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这么高阶的晶片非常昂贵 那我们以这个不同的12寸晶圆嘛 然后用不同的制程去做生产 其实它单颗晶片的价格 你看16奈米其实单颗晶片只要5.98美金 到10奈米其实已经成长到11.98美金了 那7奈米已经成长到18.69美金 5奈米成长到33.8美金 到3奈米的时候 一颗晶片裸的就已经要60美金了 如果跟这个16奈米相比的话 它成本是整整贵了10倍以上 那对于手机的厂商来讲 除非它的品牌忠诚度很高 像苹果的库克 它很相信它即使推出一款6万块的手机 国份也愿意买单 但是大多数的智慧型手机的厂商 它没有这么大的品牌的忠诚度 所以应该这么贵的那个晶片 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使用在智慧型手机上面了 那当然这个时候 因为它有这个AI聊天机器人当作出海口 变成这个运算能力 其实它会攸关这个聊天机器人 它的AI演进的一个速度 所以台积电现在目前原本市场最担心的 这么贵成本的这个晶片 谁会买单 但是现在这个AI机器人的推出 让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出海口 因为你要3奈米 现在只有台积电 可以生产出量率这么高的产品 所以你要让你的机器人 有这么好的运算能力就必须得使用台积电的一个 先进制程的一个晶片 所以这就导致最后的结果 就是当台积电没有竞争对手的时候 当它的晶片再贵 客户也愿意买单 所以我觉得今年开始 其实就会是台积电营运大幅成长的一个 非常大的关键年 好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的K 在今天庆龙告诉大家 巴菲特点时成金的都有机会涨一倍 这台电有没有可能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它是唤醒机器人的类神经 第二个是如果没有竞争对手的话 再贵客户都需要也必须要买单 台积电最近的股价 我记得上次你帮我们算过了 大概500-560 就是合理价的上下源了 台积电以你自己的经验的话 你建议大家采取什么样的操作策略 其实从两个角度来看 一个是短线 一个是长线 那短线我先前有跟大家报告 台积电大概在500-550 这边大概有累积大概120万张的套牢的卖压 它需要一点时间去化解 但是过了这个套牢卖压之后 接下来它应该到600块以上 才有比较大的压力 所以如果你是就短线来讲 如果你看从400块以下你就买 然后到目前这个位置 大概已经赚了大概四成以上了 你可能想要获利了结 那我们基本上就尊重你的做法 但是我跟大家讲 我之前不是有分享过 我在400块以下买进台积电 至今其实获利也超过四成了 但是我一张都没有卖 因为我看到它长线的这个价值 那它这个长线的价值 我觉得你不能用一记 或者是用半年 甚至用一年去看 我觉得你至少要给台积电 大概5到8年的时间 它应该就有机会 达到股价涨一倍的这样的条件 是 好 谢谢靖龙 请先回座了 5到8年 您愿不愿意用5到8年的时间 去换一个护国山山 有机会涨一倍的一个获利报酬 您自己算算看了 好 当然现在除了台积电之外 休息一下 我们下一落的重点要跟您提一提 最近新能源正行 全世界都在行 特别是新能开始崛起了 油商 电商 现在都争先恐后的进商投入 台湾哪一些厂商有优势 接下来这个题材 将会使得相关的供应链 怎么轮动 休息一下 冠心告诉您 等会多�도 走开 只要算是 无Wh 大了 我们下注 勿论 感谢观看